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邱教授 邱教授讲话很含蓄 可是其实我们的想法跟邰教授 请你带转 谁会请某人干脆就退宣了 我觉得这个是对民进堂比较好 而且对台湾立场的这个部分还是蛮重要 因为到处看到他的孩子 其实对民进党也是扣分的 这是我们的心情 不过不好意思 我因为趁着这个机会 刚刚听吴欣欣教授 还有那个从澳洲回来的 黄奕元 我自己是因为前天去立法院 因为被他们找去算是代表出版界 去参加供听会 讲福报协议 整个我们开了五个钟头 我是下午才到 可是我结束之后七点多 离开立法院心情很不好 因为我觉得去的一些教授学者 或者是业者代表 那些工会的就不讲 我们认为很多工会协会 已经是被摸头或者被收买 这是我们可以公开讲 可是其实大家对这个协议 非常的疑 很多疑欲 而且是不安的 可是感觉上那些官员 大家花了很多精神去搜集资料 去比较调文 可是他们仍然就是前后一套说 直接给打开 所以感觉那种不安就是 他们就是签订了 而且不管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所以刚刚吴教授或者是房地元在讲 我就说我们觉得 玉山社出很多台湾文史的书 可是我现在的不安就是说 我历史当然我们要去做研究 要去做很多出版 去教育的这种传达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没有去讨论 台湾去面对未来 或者面对中国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的 大家好像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最近一两年就越来越不安 那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要往后看 是要往后看 我们更应该要往前看 那到底台湾人怎么走 那我们的力量怎么结合 我们做出版也越做越辛苦 然后也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 到底到底是怎么样 我去想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彭教授在座 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很多人敬重的精神领袖 所以彭教授其实你看一下他脸 大家对于一个期待有高 所以真的台湾怎么走下去 好像大家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会表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不知道彭教授怎么看 就是说最近台湾的那个福茂协议 那个其实国民党执政党那边 很用力的要让他很快通过 可是我们出版界那个做文化这一块的朋友 其实很不安 可是他们说他的条文没有出版这一块 可是他的发行零售经销 是可以让中国人来合资投资 甚至只要有个手法他们就可以掌握 那所以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状况 其实很多人可能有有些人很恶观 觉得我们台湾还是比较强势 可是事实上比较有尝试一点的人 其实很不安